时间过得很快,今年已经是2011年,我来到美国已经二十多年了,我的年龄已经进入花甲之间,真是想不到的时间,来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一个中青年人。 在美国安心立命一会二十多年的时间,这二十多年的时间,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还是台湾,两岸三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所有的变化一言能尽。 总体来说,两岸关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,中美两国关系也是向好的方向发展,美国面临着一个金融风暴以后,现在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复苏结论。 但是我对美国有信心,我觉得美国的法治,美国的强大的科技基础,还有美国人民的聪明才智,只要说是,当然受到了很大的磋商,这个也难免,因为浪啊,也有高潮,也有低潮,经过这场风暴以后呢,美国呢会再吸取很多教训,美国的经济一定会同飞起来,这个我是有很大的信心,而且全世界的人民呢,也都看着美国,因为美国它是龙头,美国的龙头只要一起来, 那么全世界的经济就会跟着起来,而这个事情呢,我们同时看一看中国,中国的发展呢,是日清月异,可是中国的发展过程中,实际就是说存在着很多问题。 具体说吧,这个污染,这个公海,这个现在变得非常严重,还有这个社会风气,这个贫富不均,甚至非常丑恶的一些现象,这样卖淫嫖娼,这些事情都不应该说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社会所能允许的。 好在呢,中国政府,还有广大的这个中国呢,这个各级官员嘛,也看到了这一点,也在不断向好的方向,在去努力这个事情。 所以将于昔日时日呢,中国呢一定也会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方面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。 从这个经济建设方面来说呢,我给中国各级领导的提意见就是,我现在呢,不是要追求快,而是要追求稳。 那就是说前几天出现那个高铁撞车的这个事件,这是非常奇怪,非常不应该发生的一件事。 你中国这些软件,你追上这个国外发展的硬件,并不难。 但是,如何能够在软实力,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基本层面的建设方面,也是我们中国政府所说的和谐社会方面的建设,这个才是要下大的功夫。 你比如说,美国的这个,不能说完全没有贪污覆盖,但是要好得很多。 因为它的公务员队伍,它的这个财产透明制度,而且它在这个方方面面这些的制度,都比我们有很多很成熟的经验。 所以,最希望以这个未来的中美两国关系呢,我就觉得美国也要吸取很多教训。 比如说,原来在伊拉克方面,原来还是在阿富汗方面,这个管别人家的闲事太多了。 应该在这个方面呢,应该是美国要好好的一个反思和检讨。 我记得2000年,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,我从接受采访的时候,我说我坚决反对一项战争。 因为这个战争会把美国带向灾难。 无论战争的结果,最终结果是如何,美国会从世界上最强国的地位开始动摇。 诶,非常不幸,我这句话呢,果然严重了。 八年以后,我们看到这个严重的后果还不断在发酵。 甚至呢,给奥巴马政府现在也都带了很大的负面的作用。 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多种方面的原因呢。 就是在这个军事方面呢,无限制的开支,也是造成美国政府这个开支呢,入不敷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。 至于说,中国政府方面呢,我个人的预计呢,在未来的经济方面呢,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化。 这是非常要严格注意的。 台海方面也是如此,台海方面呢,两岸的人民呢,都是同文同主,都是年黄子孙。 大家祖先也是一样,文化也是一样。 可是呢,几十年来呢,就是分割的这个时间太长了。 空间呢,并不远,但是呢,这个时间太长了,脱离了。 希望呢,在新世纪呢,再过个一段时间,两岸的人民呢,会越走越近。 可喜的是呢,现在呢,大的趋势是一个良性的发展。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点吧,英九先生所提出来的,不统,不独,不武。 不武和不独,当然还是很好的啦,这是应该肯定的。 但是不统,这个问题就有问题了。 因为即使是在日治时代,从1895年甲午战争,台湾被割让出去以后, 到1945年,两岸分割50年的时间。 这个也就回归了,回归的当时是中华民国政府, 当时国民政府一级上将陈一先生,就是把台湾收回到中华民国的版图, 而且宣布呢,中华民国正式恢复对台湾主权的行使。 再远一点说,在满清时代呢,从这个顺治皇帝入关以后, 到康熙皇帝收回台湾,中间也不过也是60年的时间。 那现在台湾分析了已经可能60多年了。 所以我们现在,你说我们都是华人,说话都一样, 但是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不一样了。 你比如说我们叫导弹,台湾叫飞弹, 这个飞弹还有一千多颗在台湾那立着, 这都不是什么好事情。 还有我们叫这个,怎么讲呢? 反正这个语言呢,我们陈英校长是搞教育的。 汉语评语,不碰无碰,从基础开始呢,陈校长就是做这种统的工作。 先从文化统,这个当年也是江泽民主席所提到的一个问题。 所以我们大家主要有心,就是认可一个同,一个和,和而不同。 你可以保留你的生活方式,我可以保留我的生活方式。 另外台湾同胞也大可不必担心,中国大陆并没有那么可怕。 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湾人,很细腹的人,大有人在。 像那个康师傅,原来台湾是个数不上的小公司, 但是在我的家乡天津发财,就是发的不得了。 而且在上海这个地方,据说上海人有100多万是来自台湾的。 在上海生活的这个小孩子,台湾的小孩子, 就不会讲了。台湾话是一口上海话。 所以说台湾也管他们叫做新的台湾人。 所以我觉得,只要照着一个大方向走下去吧。 因为你现在说起来,两岸现在自由来往, 这个通航以后呢,台北到上海不过一个多小时。 吃饭也是一样的,是吧。做生意,大家也是像连战先生所说, 两岸的澳百姓联合起来赚全世界的钱,有什么不好? 这个话说的非常好,是吧。 尤其连战先生呢,他这一带的这个台湾人, 他们是离开大陆,从来也没有放弃他在大陆这个中国心。 他的老母亲刚刚去世,就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个校友。 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单,还有北京大学呢,也都赠送给了他。 所以说,连战先生2005年对中国大陆成功的访问, 两党的领导人的握手言和,为今天的这个趋势,开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。 所以我总体来说呢,我肯定马英九先生呢,上台以后呢,进行的这种种的这些, 这个促和促统的工作,没有对不起,不是促统,促和的工作。 至于说是南加州的这个乔社呢,这个经过一二十年的建设呢, 现在实力也是越来越大,代表着大概几十万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乔民。 真正说是来自五湖四海,中国的南、北、东、西,各民族的人都在这里安身立命。 那这里这个乔民呢,能够在美国安身立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 有很多的关口要克服,比如说语言官、身份官、创业官,还有下一代的教育官。 这些的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,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华人呢,在这有几个主要的特点。 第一个说法,作为一个群体来说,我们这个华人群体呢, 在美国的所有的这个族裔里面,可以说是模范族裔。 这个做奸犯科的不是没有,但是相对于其他族裔来说, 对不起,我们在里面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色彩在里面, 应该是我们华人好得很多。 教育争动,我们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一群。 总体的收入,我们也是高于其他的族裔。 这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也不是台湾政府赠送的,更不是中国政府赠送的。 我可以负责地说,我们从来也没有拿到某国在这方面的这个津贴。 各种方面的非经济以外的支持和援助,对不起,用支持来说可以这么讲。 还是都是自力耕生,尤其是遇到这个金融风暴的时候, 你寄希望别人送给你多少钱。 第一个,那个钱不会给你,第二个就是给了你,你也很难还这个钱,也更难还这个情。 还有就是说,也不符合我们华人从祖先一带来传下来,要在海外艰苦创业自己立足生根的一个祖训。 我们呢,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移民,在这做了二十多年。我在这里,非常感谢美利坚母亲。 因为这个美利坚合众国,它真是一个从英文所说的Nation of Nations。 它是个民族的大用逻。它对我们华人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过程。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种族歧视,但是说是好的很多,太多了。 我们只要是合法的交税,我们这个企业愿意做到,大家都可以。 你可以故意上万个员工在美国,那美国政府不但不会打压你,还会支持你,还会说是鼓励你。 这些国情,我可以负责任,即使是我在我们的母国,甚至也可能走不到这样子。 这就是美国的强法所在,因为它的包容性实在很强。 它能够说是以基本上一视同仁的对待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强迷。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,在感恩我们的祖国的时候,母国的时候,我们要对美国存一份感恩之心。 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时候,对美国进行汇报。 所以说我们不但要国庆升旗,10月1号升五星红旗,台湾同胞,相当于10月10号升天天白日。 但是我们都要记住,7月4号是美利坚母亲的他的生日。 我们应该呢,举办各种活动,也庆祝美国的国庆。 我们也希望美国应该是越来越好。 只要美国好了,这个世界才会好。 。